我們來看一下學測這一題 這一題是在討論什麼是有理數 有理數就是可以寫成分數 分數上下都要是整數的 P分之Q PQ都是整數的情況 第一個呢 3.1416 這個很像什麼 很像π 不過因為它現在是有限的 所以它還是一個有理數 可以寫成萬分之 3.1416 只要是有限小數其實都可以畫 但是如果它寫π就不行了 因為π是寫不完的 像π跟根號3 這一類就都是無理數 那第三個呢 看起來有根號又有log 好像也是無理數 不過呢這個東西可以做一些畫減 我們就知道 log相加就會變成裡面這兩個相乘 所以相乘的話呢 根號5乘上根號2 就會等於log的根號10 好那根號10是什麼呢 根號10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10的2分之1次方 所以這一題當然就是2分之1 所以要記得把這東西畫減 那第四個的話呢 看起來也是很複雜 那我們就先進行所謂的通分的操作 好 所以先把這兩個通分起來 通分起來呢 分母就變成cos15度乘上sin15度 那分子的部分呢 就會變成sin15度 再加上cos15度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會注意到分子 其實sin加cos就是1 那分母呢 sin乘cos 這邊其實就是用一個很常用的合角 所以我們這裡可以取成2分之1的2倍sinocos 那就變成2分之1的sin30 所以這裡用到了合角公式 就借一個2給它 那這裡要乘個1分之1 這樣就變成sin30 好那這裡的話呢 sin30是什麼呢 sin30是2分之1 所以是2分之1再乘上2分之1 所以這個答案是4 所以看起來很複雜 但是要記得把它劃減 那第五個呢 這裡的十根是不是有理數 那這個就在考驗什麼呢 就是牛頓的一次音式檢驗法 如果它有有理根 那一定是什麼 正-1 好那我們就把那個正一單去 看會不會對 對 一單去會得到 1-2加1-1 一單去不是0 那-1帶去呢 也是-1-2-1-1-1-0 如果有理根 只有可能正-1 但是正-1都失敗 所以它只沒有有理根 好這題答案就是1-34 好這裡考到了一個 綜合的概念 log了 然後呢三角函數 然後多相式 這是一個 高中最基本的幾個函數